它会这么乱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分类 物品的分类没有做到很确实 然后它可能桌子的表面 像平台上面都会有很多东西 像沙发上面东西都乱丢 收画的是来自中国的方利 来台定居15年 现在她是专业的收纳整理师 清出义务 用大型收纳袋把各种物品分门别类 方利巧妙地移动了沙发位置 依据使用者习惯 把物品重新定位 原本杂乱的卧室 变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小套房 那经过我们的收纳整理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区域的分隔 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睡觉的区域 然后工作的区域 化妆的区域 然后还有一个小客厅的感觉 物品做了分类的整理之后 让我们的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很顺手 为了跨足整理师这个行业 方利自费学习 投资自己 已经获得台湾及日本的专业资格认可 他成立的小型工作团队 慢慢创业 我们常常在服务完之后 客人就会讲说 原来我们家可以变得这么大 对啊 我们常常在讲说 我们家真的是豪宅 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收纳整理 这个服务 真的让我们家从豪宅变成真正的豪宅 来台初期 方利只能在果菜市场打零工 后来从事清洁工作 这几年成功转型收纳整理师 虽然婚姻触交 独自抚养两个小孩 经济压力比较大 一专专业苦日子撑过去了 他在居家收纳领域 看到了自己的专业 现在的收获就是 我养育了两个小孩长大 我在他们身上找到我 找到我的价值 那我自己就是有买自己的房子 也是这十几年工作累积来的嘛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认真工作 认真过生活 你就会拥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 一个22岁的少女 因为遇见爱情经历婚姻 蜕变成一位温柔坚强的女性 方利的丰富人生 就像他最爱的旗袍物一样 看似简单 但如何成就每个柔软 只有自己知道 他希望已经有小小雏形的事业 继续茁壮 有朝一日 他要成为一位高阶的收纳整理讲师 〔韦司室〗室〗〗